见同学抽烟不举报 不当廖贝亚被惩处 教育是这样的吗 不举报同学偷抽烟 就该受罚吗 花莲一所国中 最近就发生这样的校园管理问题 有位国中七年级学生 这个月初看到同学往楼梯间走去 他好奇跟去看 哇 原来在这里偷抽烟了 有人递了根烟给他 他没抽 马上离开 这个地点是校园死角 学校早就有三令五生 禁止学生来这 老师救出偷抽烟学生 男同学喊冤说 我没有抽啊 你看到有人抽烟 就应该要来通报 蛤 难道要我当廖贝亚哦 结果嘞 他就因知情不报 被记警告一支 有没有搞错 检举匪谍时代哦 三楼四楼的这个死角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希望他们不要聚集 同学昨天为高知 为高知市长只要记过 这个非常的不合理 同彩当中谁希望你不要回家 新师生都一样 校园安全是我们一定提的事情 学生并没有担负管教同学的责任 学校不应该把自己的责任 加租在一个学生身上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学生的责任 学生的责任